那么让我们开始战斗 那么让我们聊回产内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双方配置 这是一把小时机房 可以看到我们的顶级战舰并不多 双方是双方各有一艘门大拿 压滑队出云 然后是我们这边北卡加提尔比兹对面两艘北卡 但是对面要比我们 对面比我们多一艘战略剑 对面比我们多了一艘北卡 这个的话我们的正面火力会比较欠缺 我们再来看一下巡洋剑方面 藏王迪米特里西佩尔 对面是德梅易吹爱荡 总的来说巡洋剑方面的话还是算比较平衡的 驱逐剑方面我们是基林哈巴洛夫斯克 杨岩本森吹雪 对面是两岛门家吹雪 这样的话我们基林就爽了呀 只要对面巡洋剑的走位一失误 对面的驱逐剑拖拖的死在我们手上 那么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基林开局的走向选择 直接选择战C 我们看一下身边的队友 哈巴是选择直接去B点 我们身后是跟过来一个吹雪 C点 冒似是没有 哪里的鱼雷 吹雪 吹雪在这撒着露雷 吓了我们一跳 好那么C点看起来是没有对面的驱逐剑 直接过来 那么直接拿下 准备进军B点 激凌这艘船呢 总的来说 其实是可以说是跟弗莱车不相上下 因为它就算激凌加强了炮净雷 但是它的雷技能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虽然雷是距离是上升了 是6.5公里 但实际上 装填时间 怎么说呢 弗莱车的雷属于那种 你扔完一波 你下一波响人的时候 哎呦 卧槽 鱼雷还有10秒钟就好了 激凌雷 是属于 你扔完以后 哎呦 响人下一波 哎呦 我去 怎么还有40秒钟装填时间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 当然了 既定了炮击能力 无口后非 最强炮击驱逐舰 当然是 说的是 进到6公里之内 进到 只要其他驱逐舰 哪怕是日趋 跟你拉到7公里 你的日天炮都很难 密中对方 尤其是像 这种吹雪 倒风扬言 这种拖刀的日趋 你去追他们 他们后面两门炮 能恶心死你 好 这边的话 看到了对面的爱荡 爱荡并没有选择进点 那么 不选择 选择开炮 这边还是稳一波 这里先等一等 等一等 看一下对面 三艘驱逐舰 还有一艘驱逐舰 并没有亮点 哎 亮点了 对位一艘 倒风是选择了 走90线的位置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暂时 先不用去管他了 因为90线 看 倒风这个走位 他想要认回来 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今天这个时候 可以选择走了 可以选择走了 这边的话 小心一下 倒风的雷哦 这个倒风 应该是用的 12公里雷 减个速 先躲过这一波雷 然后继续往B点赶 因为B点 我们哈巴狗的视野被压了 同时也是提醒我们的北卡 不要再去追导风了 导风这一波雷撒完了 赶紧转向逃 对不对 雷撒完了两分钟的冷却时间 足够 你跑得很远了 导风打拖刀 基本上是打不了拖刀的去 好吧 刚说完 我们的北卡被对面直接 我们对面的是不是对面 门大拿被对面门大拿直接给秒了 哎呦我的天 好吧 那么对面倒风应该是可以直接绕回来站C点 但是 现在我们最主要先解决B点 这个得眉鹰的问题 同时有个不好的消息 我们的12线队友 跑去溜边去了 又是跑去溜边 其实这个图 大家在打的时候 不管是出生在12线还是在90线的 都不要往边线去走 就往中间卡 你只要把B点一拿下 然后围绕着B点来打自己的一个站点输出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这边得眉鹰 打雷吗 那我们两波雷都好的 一波 两波 8.3公里 有点危险 如果得眉鹰旁边有去逐的话 很有可能点亮我们的 兄弟 还不转吗 还不转吗 哦被点亮了 对面倒风在这里 5.5公里 直接选择开炮了 因为这个距离我们已经走不掉了 因为德眉鹰雷达在 那么直接堵一波 现在先是导风拉烟 拉烟 但是没有停船 直接继续洗 德眉鹰应该是要转过来 想要对我们开炮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一波雷 两波雷直接带走了敌方 德眉鹰送他回港师桶 同时导风也是在 烟里青山岸面点 我们直接跑 这个选择的话 比较冒险 但是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下 也不失为一个 比较正确的做法 因为在 5点几公里 你撞见德眉鹰的话 对面倒风可以追着点亮你 对着德眉鹰的炮管 直接转过来 我们先是开炮 逼对面倒风拉烟 然后一波雷 直接撒的一波雷 也是分德眉鹰走位的 德眉鹰一个转向 想炮他 转过来 想揍我们的时候 正好我们两发雷 直接将他送回港师桶了 好 那么这一波打的还算不错 但是刚才也是非常冒险的 如果德眉鹰的炮仨 正好是象征我们 估计已经死在这了 好 那么现在可以稳稳地站下比较 同时现在我们是三点全丢的状态 因为 C点这个北卡一死 我们那边是直接没有任何了 任何我们的 有听了 这边是导分的雷 直接加速甩了 这波雷是甩得掉的 6.5公里 导分是直接亮点 我们看一下 不选择开炮 稳一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C点那边是有敌方的巡洋舰的 暂时先不选择开炮 我们先是稳一波先把B点拿下来 身后一个导分 8公里 不选择开炮 因为我的炮弹基本上觅不中它 跟导分打的话 至少要拉到6公里左右 你才有机会打出自己的爆发型伤害 像这种9公里 虽然在自己射程内 但是你这个日天炮是真的打不住 真的打不住 可以参考亚塔兰大的炮弹 对面导分是正在逃串中啊 但是我们哈巴你追的太深了 哎呀 正面撞上对面艾档 这个哈巴估计要是要跪了 转向可能来不及 三千多学 这边这一波雷先撒没卡 那我们哈巴的话 看一下 拉烟停船 应该有机会 好 艾档现在是丢失视野了 对面艾档丢失视野 那么哈巴一波雷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对面艾档和导分 都已经往这个下面跑了啊 所以说现在C点里面是没有人的 我可以考虑过去站一下 同时看一下 我们这一波雷有没有机会啊 来让我们切到我们的 上帝视角啊 让我们来切到上帝视角看一下 哎 对面北卡 并没有减速哦 并没有减速 哎 可以 哎 这波雷有机会 哎 北卡 6万6的鞋 哦 好像是要吃5发了 这个雷吃爽了 这个雷要吃爽了 看一下 看到外切 来不及了兄弟 一颗 两颗 三颗 再来两颗 好 满血秒杀啊 直接向满血 先将满血 北卡送回港式桶 哦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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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啊 爽的一逼啊 爽的一逼 好 同时我们是拿下这点啊 我们的哈巴是现在是走不了了 只有跟对面爱荡硬碰硬了 对面爱荡还是剩4000多血 呃 有机会 H1有机会啊 哈巴是直接上去7点了 因为自己烟已经消了 没有办法灭点 直接上去了 呃 能不能换掉这个爱荡 呃 好吧 啊 没换掉啊 B点是太为难他了 这个哈巴面对导分再加爱荡啊 这个 比较尴尬比较尴尬 这个没有办法 啊 太猛了 太猛了 冲的太猛 导致对对面 没有 万万没想到对面绕出了一个爱荡啊 直接把我们的哈巴的后路给分死了 好 那么现在纵观场上局势啊 我们已经是死了三艘驱逐舰啊 然后啊 巡洋舰在那间的 噼里啪啦死了一大堆啊 那么总之啊 现在我们的人数已经快要不足对面人数的一半了啊 那么也是哎 我们的哈巴貌似是在临死前点燃了对面爱荡 爱荡是直接忍不住交过损管的啊 直接爱荡直接被烧死啊 可以啊 那么也是算是死了之后给我们收了个人头啊 那么也是算是给我们减轻了不少的负担啊 但是呢啊 现在仍然是惨烈难度啊 仍然是惨烈难度啊 可以看到啊 B点里面两艘驱逐舰啊 我们看一下啊 对面的的导风吹雪啊 一艘都没死 一艘都没死 这边死的都是战略舰和巡洋舰啊 啊 这个就比较尴尬了 虽然说我们的抓驱逐能力不错 但是机灵独自面对两艘驱逐的话啊 如果对面两艘驱逐啊 直接拖刀跑的话 你是根本啊 他们没有任何办法的啊 因为两艘驱逐啊 后面加起来总共四毛炮能恶心死你 真的能恶心死你 好那么现在的话啊 肯定是要站点啊 没有办法了 只能站点了啊 那直接往B点开啊 我们看一下啊 对面的导风有没有摸回来啊 没有摸回来的话 我们可以啊 稳稳将这个B点拿下啊 对面的驱逐舰应该都是往下跑了啊 并且在没有他们巡洋舰的支援的情况下啊 对面驱逐舰啊 是绝对不可能来找我们这个机灵单挑的 呃 对面唯一艘一吹啊 现在还在这边 还在这边啊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多多拿下B点啊 哎 这边大拿啊 9.5公里啊 不打算洗啊 不打算洗啊 稳一波啊 先不要暴露自己的位置啊 对面的三 四艘战略舰啊 三艘战略舰 全部都在扎堆的状态 好啊 这边是给大拿一波原分雷啊 如果大拿停船的话 是有机会中的 哎 我们来切到主视角看一下 好啊 那么对面的岛峰给大拿拉了一波烟啊 当他在烟里啊 潇洒的停船啊 拉烟停船啊 在拉烟停船自己开火啊 非常的舒散啊 万万没想到啊 背后已经来雷了 哎 这边的话是对面的吹雪啊 对面的吹雪也是啊 哎呦我们的西培尔也没做了啊 现在是啊 对面的双方兵力已经是 差距已经是很悬殊了啊 可以看到啊 我们现在已经是只有四艘船啊 对面还剩八艘船 这个有点尴尬 哎 大拿有机会吃我啊 这个应该能吃一发 好 屁股上躲一发 哦 可以啊 哎啊 但是我们这边出来的时候啊 正好撞见了对面的吹雪啊 吹雪是直接向着我们开过来啊 这个就是队上送肉了啊 这个吹雪绝对走不掉了 啊啊 二话不说直接开袭啊 吹雪的发达转速啊 是远远跟不上他的转向度度的啊 所以说啊 没有关系啊 直接打环爷们炮 吹雪唯一的 唯一的反抗手段都没了 唯一的反抗手段都已经没了啊 那一天没的话 谁的雷啊 我们队友的雷啊 不管他啊继续斜 好 对面还出来一个一千两百多血的初云 哎 吹雪先干掉啊 不急啊 初云咱们慢慢再解决 千多血 好啊 直接将对面吹雪送回港式东啊 三十五发命中 啊 死都好不喊呼 好这边的话 初云离我们十一点三公里 这个就比较尴尬的 因为我们的机灵啊 没有上这个四更二技能啊 所以说 射程只有十一点一公里啊 那么没有关系啊 呃 这个初云的话啊 到时候摸到自己的 十点几公里的时候啊 直接把它给做了就行了 呃 对面呢 对面这个谁是想去占C点啊 吹雪啊 吹雪想去占C点啊 我们现在已经是死的只剩 两艘驱逐舰和一艘战列了 930分啊 对面一个点在手啊 并且还有一艘驱逐舰是想要去占C点的啊 这个局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好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看我们机灵的表演啊 好 那么 诶 我们的 压滑比较给力啊 直接将想去占C点的这个 吹雪给收了啊 那么 就又为了我们争取了一点时间啊 并且现在分数也长了 诶 B点被开始被沾了 诶 里面有驱逐舰啊 里面有驱逐舰啊 现在离我们啊 最远的巡洋舰啊 巡洋舰啊 巡洋舰离我们非常远非常远 现在还在追我们脱糟的吹雪啊 那么继续往下开 这边的话先给初音来一波出山雷啊 打一波就够了啊 天多雪啊 没必要再浪费自己的输出 好 进点啊 现在B点里面是有驱逐舰的啊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啊 如果对面的驱逐舰聪明的话 现在直接就掉头往回跑啊 赶紧去占C点啊 如果不聪明的话 他就要被我们抓到了 好啊 对面的驱逐舰是直接跑了啊 直接跑 诶 再撒一下 那个 这一波雷啊 再给我们的门大纳 这边的话出云 诶 有机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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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对面还剩多少啊 还剩一艘导船 因为对面的这两个一二线的这几个比较呆满啊 直接追我们吹雪追了一路啊 并且对面大拿也是下去追我们吹雪了啊 这个啊 好吧 那基本上的话 A点就妥妥的拿下啊 对面的驱逐舰对我们够不成任何威胁 好 我们现在 也是跟这个吹雪说啊 吹雪就给给视野就行了啊 下面的就直接交给我们机灵啊 看一下诶 诶大拿直接吊转船都回来了 好 现在的话我们是要做两件事啊 第一个我们要把A点拿下来啊 第二我们是需要把这个大拿啊 尽可能的消磨他的血量啊 最好是将其击杀啊 但是呃 如果大拿已经意识到我们在这里了啊 六万多血啊 如果说我们想要依靠机灵的雷子 这样去击杀一个 一遇到我们的大拿的话会比较困难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波雷有没有机会 哎呦大拿又是一个外星啊 这个雷中不了 中不了 如果是弗莱车的话 我们现在就机会就大很多啊 但是我们是机灵啊 我们是机灵 诶 漂亮 对面的战略剑啊走位不慎啊 直接是被我们的吹雪一波雷带走 还可以啊 那现在是一个二打三的局面 哎呦我们现在是被这个水战点亮了 为了保险起见啊 吹雪下面现在是可以给我们提供视野的 如果他再往前走一点啊 如果大拿直接亮点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拉烟啊直接面点 好啊吹雪现在已经是提供到我们视野了啊 我们现在可以选择啊拉一波烟了 现在走哎走不了了走不了了走不了了 5.8公里 直接选择拉烟 好吹雪现在是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啊提供一下我们的视野 如果能提供视野的话 现在我们还有机会 不然的话我们在烟里面就是啊就直接是匣子 好5.2公里 5.2公里 5.2公里我们看一下 哎这波雷是有机会啊 这波雷应该是有机会啊 大拿是必吃一颗啊必吃一颗 好一个内切啊大拿嘴一颗 好啊嘴一颗 直接开启现在是由春雪给我们提供的视野 好888分对面又把C点给打下来了 对面倒分是在C点啊 对面的倒分在C点 好现在是只要起着我们就有机会啊 还现在手里还捏了一波雷啊 啊这一波雷是为了给大拿打进水的 因为现在大拿进水啊 然后存款肯定是已经浇了啊 那我们尽量啊尽量能把大拿起着就起着啊 不能起着我们下一波雷堵个进水 跑是肯定跑不了了2.5公里啊 现在已经是个极近距离的状态了 好一波雷啊下一波雷可以看到还有40秒钟啊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来说的话 下一波雷就只有10秒左右啊 就是10秒左右啊 好啊直接动沙发大拿直接残了 好再来一轮啊现在是进水状态 大拿不用打了不用打了啊 直接死了啊大拿直接死了啊 大拿已经是直接死了啊 现在不用打了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的话对面倒分来B点了 对面倒分来B点了 现在船头可以转过去了 兄弟大拿已经死了 大倒分哎对对对对对 能抹掉倒分多少血就抹掉他多少血 赶紧的啊 趁着大拿下一轮还没装定好 赶紧抹掉倒分的血量 好931分935 倒分还有五千多血 哎呦就应该收不掉了 哎呦大拿一轮炮上21哦 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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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么也是啊 啊最后啊非常可惜的啊 没能够收掉这个倒分啊 但是大拿是绝对漏水落死了啊 一千四百多啊五百啊 漏水落死啊再拿两个成就 好的漂亮 正在下沉 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啊 946分啊922啊 时间还有30秒钟啊 最后是刚刚好刚刚好 对面的分数没能够追上啊 没能够追上啊 好那么也是感谢大家收看啊 非常精彩的一局机灵的翻盘局啊 好那么让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